よし 影片开始前 记得到粉丝团按赞跟追蹤IG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也可以按一下超级感谢 支持我做更多更优质的内容 然 一年多回过自己过去一年 到底有没有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日子来了 因为这个主题去年也有做 那我就想说 不然今年也来做一下 不是因为过年我想要放假随随期 真的不是 我都把我今年的行程写在这本本子里面了 我这个人是小本本派的 我发现我喜欢直接把行程记录在本子上面 摊开来的话一目了然 记在手机里面的话 你还要这样子去点开 有时候就很容易落高掉 所以我比较喜欢写在本子里面 这也是手写拍的下面加一 那就来看一下今天我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自己定下目标也没有达成 先来看一月的 要说我去年做过什么最大的事情 应该就是生小孩了吧 要给观众看一下吗 我1月1号的时候呢 上面写上个废片 这支也算废片吗 就是回顾自己 以往的经验啊 然后呢 期许自己2022可以更好 就是有这样子的含义在 所以不是废片 因为去年的1月1号是在星期五 想说大家都去跨年了 应该没有人想要理我 所以我就上了一支废片 因为1月跨要生了嘛 所以我就先囤一些片量起来 我还带去月子中心剪片 对 你还记得吗 我还带去月子中心里面写稿 因为1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嘛 就随时都有可能会生 然后但是我很幸运的就是在生之前呢 上了一支天竹鼠车车 就是这支片上完之后的 隔了一天两天 然后我就去带缠了 蛮幸运的 就至少在生之前呢 还可以再发片 因为就生了嘛 然后到2月 生完之后要赶快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 所以我就去 巧那个臀部这边的骨盆 然后3月之后呢 我又接到了一个飞机杯工商 原本那支是在副频道嘛 然后这支是在主频道这样子 所以我们家就很多飞机杯 你有在用吗 不告诉你 哦好 3月的时候我就是做了一个大企划 到一间客制化模型的工作室 去采访他们 那个工作室和猫一光猫老师合作 所以那一天呢 我就同时采访猫老师 然后也采访那间工作室 然后遇到OTK 顺便跟他们fit一下 虽然观看量是还好 但是觉得做起来还算是蛮有成就感的 然后再就是4月 4月好无聊 10月我们跳过 5月 5月的时候 我在5月4号 跟Google Play合作 拍那个二字国的宣传影片 还蛮特别的经验 因为这是算是第一次拍大型的手游广告 不然的话一般都是我自己在这边讲而已 第一次到现场去 可是那个时候我状态还没有恢复完 我那时候后来看广告啊 觉得我的身材还有脸还是有点肿 我也没办法 大概过了半年之后才渐渐有回来 这样子 5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在疫情爆发期间 所以那个时候 阿滴就集结了很多youtuber 大家一起拍那个防疫废片 然后我主频道和副频道 我都有拍一支防疫废片 不是废片 防疫宣导片 然后再来就是6月了 我这边有标记一个6月1号穿下N号了 就是拍完二支果首的广告回来之后 5月底我才开始实行了168 6月1号那个时候 我终于能穿下N号了 可是其实还是有点紧 但我还是很开心 现在也可以穿下S号了 我6月的时候还去做那个医美啦 我去打那个1.4 因为觉得脸上胶原蛋白流失太严重了 觉得自己看的不爽 所以去做了 难怪人家说女生的钱很好赚 再来就到7月 7月也是蛮空的 好7月没有什么 那我们就也是跳过 紧接着到8月 8月就开始多了 8月有时候我还会一天一次 就拍四个东西 我是属于那种能不化妆就不化妆 然后一个礼拜可能只化一次的 所以我会把所有的需要拍摄的东西 集中在一天拍起来 有IG图文的 然后还有影片的这样子 再来9月 我在9月3号的时候发了一支十大垃圾片 那时候算是首次尝试这类型的题材 比较争议型一点的 就跟那个啊 大家就想要看大便片一样啊 大伟YouTuber 哈哈哈 再来就换到10月了 基本上10月到12月 都还算是一个蛮忙的阶段 有很多厂商都是接近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忙 上面写的几乎都是工商的执行那些内容嘛 10月29的时候 我上面写个白果山出游 我本来答应儿子说 10月底要带他出去玩的 因为后来就一直忙一直忙 所以呢就拖到了12月31号 最后一天 好 11月 11月9号那一天 我本来是去看那个刀剑的适应 那因为他是晚上7点半嘛 我想说早上我要先干嘛呢 后来就想到一个题材 我就去觅景川 我就问他说 景川 你家 方便让我开箱吗 房子开箱开到别人家具了 他在公布自己家的格局之后啊 后来就没有在拍了 我本来想说家具放进去的时候他会拍一下 结果也没有 那既然他不拍 那我就帮他拍 所以就有了 副频道的那一支片出现 然后那一支观看量 蛮高的 大家都很好奇 景川一家到底长怎样 好 那就11月 也这样子了 最后就是 精彩的12月 第一个是12月11号我找了 YJ 旅行YJ来一起拍那个 北漂南归的一个谈话性节目 这真的是 第一次有youtuber来我们家 所以那一次蛮开心的 然后 12月15号呢 就去参加youtube 10万订阅以上的after party 就是尾牙啦 因为阿滴和芝琪是主办的嘛 那他们 把整个流程 掌控的非常的好 就是比我一般过去参加的那种春酒啊尾牙 都还要好玩很多 我就觉得很可怜是 因为他们毕竟是主办啊 所以 他们要一直在台上讲话 没办法 跟我们一样坐在台下吃东西 创作者的尾牙那一天 我就有拍一支 旧旧丽的企划嘛 那这虽然是临时期益的 但陆陆续续 也在思考说要怎么 呈现会比较好 下载图片啊 下载 那个转盘的app 然后后来那个app蛮多人问的 那个是要付钱的 我本来还有想说要不要拿那个自己印 印那个纸下来 所以感觉会很混乱 对哦就是收起来的话又很混乱 而且又不环保 所以我就下载那个app 还好是下载那个app 因为我这样的话 刮在脖子上面 你也不用帮我收 减少那个手忙脚乱的可能性 然后那一支在我最近的影片当中算是观看量第一名了 虽然最近被哲成美学超越了 大家还是喜欢看神游 对 不然本来他都是文具第一的 那一支我也剪的蛮开心的 那一支也是剪了很久 我还有剪一支short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short 才够迷音 大家看到那个模板啊都是我自己做的 花了一点心思 12月15号是创作者的尾牙嘛 然后12月16号呢 我就安排了我的写手的尾牙 因为我之前在影片当中就有提过 就是如果当我写手的话呢 我会举办一个小尾牙 就是大家一起吃个饭那样子 哦还有就是我在12月底的时候 接到的那个 KKTV邀请我去当他们的动漫评审 本人没有去啊 有啊他们本来有邀请我 但是我12月底 还有1月实在太忙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上去 所以 后来就是用那个线上的 线上的方式 投票 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当评审 还蛮有趣的 看到自己投了神圣的一票出现在上面 觉得很有荣誉感 2021 解锁当评审的成就 这以前都想不到的 就是那天我居然有这个荣幸可以去当评审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 OK 一整年的行程 差不多就到这边了 这样总结一下来 其实我 过去一年也完成了蛮多事情的 但也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了 比如说写我想要写的脚本啊 执行我想要的企划啊 我想要执行的一些外拍的企划 就是像之前那个去莫名话采访那一种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去台北有点怕怕的 因为我们家还有小朋友 不方便去台北人太多的地方嘛 我们现在在彰化也 几乎都是搭在家里面居多 看一下明年的状况啊 希望疫情压得下来 疫情压下来的话 我会比较放心的去执行这些企划 那大家去年没有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目标呢 然后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 然后先这样子的哦 新年快乐 拜拜